大家可能常常会遇到脚踝扭到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透过在手上的穴位做按摩 来改善脚踝扭伤的状况 那我这边要介绍的则是小截穴 首先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大拇指握起来 跟一般的握拳方式不同 我们需要把大拇指握起来 它就在这个肌肉的最上面 有个凹陷的地方 最重要就是在按的同时 我们需要感觉有没有酸痛 当你按到有酸痛感的时候 才会是穴位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中医所谓的以痛为疏 建议可以使用指甲来按 它的刺激效果会更强 那按的时间至少按一分钟以上 大致上来说按到你手酸 你就可以做休息了 如果脚踝在痛的时候 我们按的同时会希望你可以活动你的脚踝 这样子效果才会更好 假设是左脚的脚踝 我们就需要使用右手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使用对侧来做治疗 这是中医非常常见的一个方式